所以我們就真正的相信 而接受彌陀悲心的苦心的呼范救度 那個時候我們生死輪迴的不安痛苦 所謂三清無安 猶如佛載 重苦充滿 甚可不慰 那種不慰的心就消除它 就成為幸樂 這也就是阿彌陀佛在還沒有發願之前 他的動機目的 就是為了一切恐懼為做大安 所有輪迴的眾生 所有的恐懼 都要轉化 消除他的恐懼 不但讓他沒有恐懼 而且要讓他大安心 大滿足 大喜樂 這就是阿彌陀佛發願的動機 一切恐懼為做大安 是無形的 可是如果是真心的話 他永遠存在 不會改變的 那麼之後呢 阿彌陀佛就跟我們講說 你只要乃至時練 所以乃至時練就是煉佛 那麼乃至就是包含性的 包含長 包含短 包含多 包含少 也就是包含長 長在一輩子的煉佛 那麼一輩子的煉佛 煉佛就很多啦 同時也包含短 短在他臨終的時候才遇到阿彌陀佛的救度 臨終的時候 乃至時練 乃至一練也能夠往生極樂世界 這個叫做乃至時練 所以乃至時練 表示呢 是 一輩子的煉佛的意思 我們從現在開始遇到這一個法門 我們就從現在呢 煉佛 所以每一個人的根基 煉佛永遠呢 都 不間斷 不夾雜 這也是我們進的中 中風真地 第二條所寫的 不懷疑 不懷疑民主的救度就是自信信樂啦 那麼不間斷不夾雜 就是乃至時練啦 乃至就不間斷 時練就練佛 不雜練 不雜修 不雜想 就是 不夾雜 所以呢 這個 我們講平生 夜程 就是在這裏面 我們接受迷途的救度 此後 專稱迷途的佛名 這樣往生極樂世界呢 就已經定了 一定擺定 就不會再生死輪迴了 不用等待臨終 才脆定 這叫做平生 夜程 那麼自信信樂 欲生我果 乃至時練呢 也是信願形的內行 真正的信願形 信樂是信 欲生我果 就是 怨生我果的意思 就是怨 乃至時練就練我 就是行 所以信願 行 都在第十八音當中 那麼第十八音呢 也就是六至零號 本身 那麼阿彌陀佛說 我跟你做這一些約定 做一些約定 如果 不達成的話 不對現的話 他就不成佛 所以就不生成 不取正確 那等於呢 這一個願是阿彌陀佛 跟十方眾生 是綁在一起的 能夠讓十方眾生 往生即六成佛 他就不成佛 如果不能的話 他就不能成佛 他能不能成佛 就看看 十方眾生都已經 相信 怨生 念佛了 而能不能往生 不能往生 不能成佛 阿彌陀佛就不能成佛 能夠往生 阿彌陀佛才能夠成佛 所以阿彌陀佛知能夠成佛 是建立在 建立在 我們的願生 念佛 能讓我們往生 這一個事件上 所以是跟我們 綁在一起 對不對 對 我們念佛能往生 他才能成佛 他能夠成佛 必須我們念佛能往生 就綁在一起 吹了一邊 就 完全不能成就 所以第十八願根本院就在這裡 那麼第十九願呢 他不是根本院 他是第十八願成佛的 成佛的 才呢 另外去接引 所謂 发菩提心 修諸功德 至心 發願 欲生我果 那一些 众生 那麼第十九願內 條件更高 要發佛能修 諸功德 不是專練他的 靈號 沒有跟他的靈號 跟他的生命 是一體的 靠在一起的 沒有 那麼 阿彌陀佛設定的 這個條件 欲生我果乃至十戀 欲生我果乃至十戀 這個條件高不高啊 不高 如果 高的話 那死亡眾生 誰做得到 就做不到了 也可以說 不算條件 那不算條件 就沒有條件 為什麼呢 我們先來探討 這三個 信願行判 信 困難 還是容易 容易 也容易 也困難 因為 我們凡夫 凡夫的本質是什麼呢 怀疑 贪 臣 吃 卖 乙 这是我们的本质 这个叫做私货 那么恶贱叫做贱货 恶贱就是 身贱 边贱 戒取贱 贱取贱 邪贱 这五种 这五种也叫做恶贱 所以贪 臣 吃 卖 乙 恶贱 这六个就叫做六个根本环绕 也就是说我们众生 我们众生是什么 就是这六个 哪开这六个 那我们就成活了 所以我们都会怀疑 那么如果小小的事件 无关紧要的 那有怀疑没怀疑 都没关系 因为跟我们关系不大 越是关系重大的 越会怀疑 为什么呢 越会去确定它 又一分一好的不确定 我们就会不安 因为关键很重大 譬如说 我们曾经借人家一千万 一千万不多了 一亿 或者百亿 那么借出去 对方说 一个星期 就还给我们 那么这一些钱 对我们来讲 是身心性命交关的 这一些钱还过来 我们就有这个生命 没有还给我们 我们就失去生命 因为它不是一块钱两块钱 它不是跟生命没有关系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更怀疑 对不对 到底它守信不守信 就会更怀疑 我们众生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这一个信 容易吗 因为这一个信 是有关系到我们的 是能不能处理轮回 能不能往生成佛 至少能不能处理六道生死轮回 关系到这一点 所以要相信这个 不是随便听几句话 或看一两本书 就能够肯定下来的 人没有那么老实 对不对 所以往往信受这个法门的人 都会在外边绕了好几圈 这个如果是修行越久 又有这个体验 尤其是出家人 我还没出家 就看了很多经书了 几乎早也看经书 晚也看经书 早前打坐 晚上也打坐 那么出家之后 也看了一些雨露传庄的 也摸属其他的法人的 但吃家以前 其实打坐就在练佛的 但那个时候都还没有确定 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 还没有完全了解净土法人 也还没有完全彻底的 认识自己的根基 所以这个也修 那个也修 这个也好奇 那个也好奇 所以不容易的 要先了解自己 不是以自己的力量 能够脱离三界六道轮回 不是那一种根基 这个就是善导大师所讲的 基生性 生性自己 没有力量脱离轮回 生性自己的力量 只有照业的力量 不但是凡夫 而且是罪业生死凡夫 不但是罪业生死凡夫 而是长末长流转的凡夫 你有这样的肯定 有这样的相信的话 那一定会接受一个的救度 只会没有遇到 所以要相信 必须要认识 自己没有力量 才会相信 一个有力量救度我们的 譬如说 我们现在要走路到台北市 这个容易不容易 容易可以达到 能不能达到 可以 那我们现在自己要到北京 那有没有力量 你自己要到北京的话 即使是世界游泳的冠军 过马拉松的第一量 体力 是这个世界上最涌建的 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 那个时候 你就会放下自己 放下自己 然后依靠这一条船 或这一个飞机 除非没有船 没有飞机 那就举忘了 但有船 有飞机 跟你讲说 这一条船 是现成的 飞机是现成的 而他的 有这一条船 有这一台飞机 就是要 让 想到 北京 我们是假设这个地方 假设东京也可以 或纽约也可以 只要他愿意 他就可以上去做 他就可以上去做 就能达到 那个 目的地 这一种 相信 所谓信 就是这一种相信 相信自己 要脱离轮回 要成我 没有力量 但呢 现在 有一个力量 让我能够脱离轮回 能够快速成佛道 因为遇到了 你就能够接受 那这样的话 信有没有条件 信了之后就没有条件 在信以前呢 也无所谓条件 不条件 因为信以前就是摸索 所以 信呢 信呢 在 离开沙坡 往往极乐世界 也不算 条件不条件 那愿 困难不困难 容易不容易 这个愿 也是有两种 有因地上的 也有果地上的 愿 譬如说 一般的愿 就是致愿 这个小时的时候 老师出问题 说你将来的致愿 有的人就会写 我将来想当总统 我将来想当院长 部长 或我将来想当司机 这个是哪一个评语 愿 那么这一个愿 在未来 现在只是立下这个志愿 未来能不能达成 能确定吗 是不能确定的 那假设你这个愿 很深切 会达成不可的话 那么心中 会不会患耳患思 那肯定会 尤其是愿望越大 那我们的愿 我们修行的愿 是要愿离三界六道的苦海 愿度三界六道的苦海的众生 我们这个愿道不大 其道无比 愿是大愿 愿是不容易成就的 那么这个是指 这个因地的来讲的 那另外一个愿呢 是愿意 愿意是果地的 如果自己 要有这个饭吃的话 靠自己的力量 那就要播种 要交回 要收成之后 然后去煮 但如果有人 现成的把这一碗饭 把在我们的面前 同时告诉我们说 请吧 这本来就是要给你的 那我们如果 いただきます 日本人吃饭之前 就会讲 いただきます 都会讲 肉肉 请用吧 那么我们接受的话 我们愿意 我们不计诀 我们接受的话 现成的东西 是不是就是你的 对不对 对 那么阿弥陀佛呢 他花愿 他修行 他成就极乐世界 圆满万德洪流 然后呢 呼唤我们 拜托我们 十方众生 我拜托你来往生极乐世界 因为你不是别人 是我的独子 那么我们极乐世界的资粮 也就功德了 还有到极乐世界的成佛 前前后后 因因果果 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 请你接受吧 那么我们愿不愿意 愿意 所以这个愿 信愿行的愿 是发愿 对不对 也可以说发愿 也是愿意 发起了这个愿意的心 所以发愿发愿 那么行 行容易不容易 其实行更容易 在这之前的追求 有种种的过程 种种的纠结 等待不安过程 但到最后 行的时候 反而是容易的 如果自立法人 太痛苦了 自立法人 要难醒 能醒 那现在进度法人 哪有难醒的呢 这句名号就在这里 你就是张开嘴巴 张开嘴巴的话 这句名号是阿弥陀佛本身 阿弥陀佛就在你口中出入 这句名号也是 阿弥陀佛的光明 因为阿弥陀佛本身就是光明 所以你都用嘴巴阿弥陀佛在你肾上放光 所以炼佛是容易的 只是就把它养成炼佛的习惯 也就是说 炼佛就是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就是炼佛 炼佛就是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就是炼佛 这六四领号就是我的所有的全部 为什么呢 这个是自然的现象 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生命 没有身体 没有生命 就没有一切 荣法富贵 那么七财子路 通通没有 那真正的生命是什么 法身费病 那法身费病在哪里 在拖出轮回 在成就佛道 否则都是轮回的生命 污染的生命 造罪业的生命 轮回透苦的生命 所以我们呢 就要把这句 那么安德万的鸿鸣 看作呢 我们的生命 所以呢 我们自自然然 就会想念佛 把念佛养成习惯 让我们的生佛 就是念佛 让我们的念佛 就是我们 生佛的全部 让我们念佛 生佛化 让我们生佛 念佛化 就会这样 让我们呢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无论何远 我们都念佛 此何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